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位高龄七十八十岁的婆婆 讨论的话题永远都离不开这些农作物 这也让嫁来大浦村的媳妇中秋香 灵机一动聚集她们一块来种菜 酿客家烟菜 带领阿嬷种菜就算烈日照顶 阿嬷们照样弯腰割菜 因为这些是她们的宝贝 也让她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你看她都跟我们笑 这菜是和我比较不学 我自己的咖啡都会打斗 好 要做家庭就没房子了 用油控制了 你里面还有楼梯呢 楼梯也有啦 楼梯就没吃 没用油就楼梯了 楼梯就用油就死了 坚持不加农药的菜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曝晒更是美味的关键 菜采完了回来就是要晒 等它晒软的时候才去揉 而且还要翻面 然后高丽菜它们就是这样晒 然后晒软之后才用盐巴去搓它 制作烟菜手续繁杂 不过婆婆们不厌其烦 因为这些手艺可以透过行销 让更多人分享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它还是算是一个 蛮珍贵 蛮好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干脆就把它们聚集起来 变成一个商品 那很具特色是 这个地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会做 那我们把每一户人家 如果可以把每一户人家的东西 都聚集起来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很有很大量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就可以去把它行销出去 不加任何防腐剂的烟菜 是它们的累积经验传承 现在还要透过精美包装 变成招牌 就是我们刚才上面在晒的高丽菜 我们把它变成是这样 一件一件的商品出来 尽管年事已高 它们心却不老 这群青春不老队 将客家烟菜的好滋味 延续下去 好吃 花园里阿嬷口中翠绿的微笑 幻化成玻璃瓶中美妙的滋味 岁月的积累 客家的传承 品尝青春酿 调味我的感动时刻 小伙传继续 小伙传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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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